第21题 so在这一边呢 他说哪里一个instrument apply the concept of total internal interaction Microsoft的话他不是 magnifying glass也不是 binocular可以 astronomy没有 so binocular prism binocular的情况主下 他就是用total internal interaction 如果他是用 那一个glass的那一种 镜子的话呢 就是refaction 就可以看到 the prism periscope 其实 binocular也是 类似的 只是我课本里面我们有 这一个periscope 类似的概念 所以他在这一边他发生total internal interaction 对 对 这个是 similar 然后我懒到去专门找 那个 binocular的出来 也是类似是这样的概念 so reisc instrument produce a real diminish and convertor ok 就是说他是要导盘 ok so periscope的情况之下 这个是periscope periscope的情况之下 他是没有导盘 然后lcd projector 他也不是导盘 ok magnifying glass的情况之下 正常我们也不要看导盘 smartphone的情况之下 ok 第二十二的情况之下 其实他不是导盘 ok 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就是他是有点类似 那个 单眼相机 这样的 so 我们的那个 树在这边 ok 然后这边是你的那个 所以他在这一边呢 他这个进来 ok 这边 然后这边再进来 这边 然后所以你看到的那个东西 图像其实是这样的 ok 在电话里面 他其实是这样 可是因为他电话里面 他自己就设置到 我们眼睛看到了 就正 可是上他的光线进来的时候 其实 在课本里面 其实他是有 有这一个东西给你看 所以他在这一边 smartphone跟cctv呢 就是rail 然后 然后 diminished 然后 diminished 然后 diminished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一边 课本 其实有讲到 是real diminished 这样 ok 所以在这一边 是smartphone跟cctv 都是这样的 所以这一句 他就有讲这个东西 所以 好 可以看到 我们看第二个是3D object fac cm infant of convex lens x 这个是他的f 然后 这个是他的u 然后 他要找他的v 和他的这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是if f等于ifu 加if ok convex lens convex lens hip lens convex lens so 在这一边的时候 像我的if v呢 会是等于if x 所以我的if v 等于if 10 减if 8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拿到的是 什么 if 10 然后再减掉 if 8 然后拿到的是 减if 40 ok 所以我的那个v呢 是40 ok so 这一个呢 他其实是类似 那个 什么 magnet pying glass 这样的东西 ok 就是放大镜 所以他放大镜的情况之下呢 他这一个是事实 然后他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是upright virtual making ok so 我们在这一边放大镜的时候 这个我会教我的学生 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看 ok 我有两种方式来教他们看 第一种就是说 我的这一个东西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是f 然后这边是2f的时候 so 我们有第一个地方 在前面的时候 他在这个的时候 他前面是正 然后他后面是反 正的情况之下 他就是upright 然后 这个是inverted 然后我们有ultra by the infrared upright 配的是virtual 然后 inverted 配的是real 然后到了第二个点的时候 他之前全部是大的 下面 接下来是小 so这个是magnified 这个是diminished 所以我们这一边 这个是upright virtual magnified 这个是inverted real 然后diminished 这个是inverted real 然后diminished 这样 随便写出来 这个是magnified ok 好 这个是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呢 比较快的 我就教我的学生讲 给我一张红色的10块钱 谢谢 红色 rig 然后10块钱 rm 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ok 所以 inverted real upright virtual 给我一张红色 rm 是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十四题的这一点 so它是concave mirror convexland concave mirror concave mirror ok 然后 它是focal point f 然后center是这一个 然后 它就会有 什么 real inverted 95 so real inverted 95 这样的一个东西 so 我们的那个convex lens呢 跟concave mirror呢 是一样 ok 它的result会是一样 所以我刚刚在这一边我就讲 什么 那一个 那一个 给我一张红色的10块钱 然后 谢谢 so inverted real magnified so inverted real magnified 这个是real inverted magnified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这一个应该是在f and c之间 ok ok 所以它的答案是a 这是四题 好 接着我们看二十五题 它这一边它有三个force moving of a straight level route so would result in constant velocity constant velocity的情况之下呢 像我的这一个task force 会是等于我的那一个air resistance 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一个fictional force so plus等于另外两个加起来 so 这一个task 这两个加上来等于这个 ok 所以这个加这个等于这个不是 这个加这个等于这个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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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加这个等于这个1 ok so constant velocity的情况之下 我的那一个net force 会是等于0 好 所以它答案是d 好 接着我们看二十六题 在这一边 它附它的那一个68N 所以这个force呢 是68N 然后在这一边horizontal force horizontal force的话呢 我们看到两个边gap角的情况之下 so 这一个是fcosθ 所以它是68cos50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 那这一个 68cos50 然后我拿到的是43 它都没有要我写出来 所以它答案是b 68cos50 ok 所以第二十六题是b 好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其实是因为 我们想象一下 在这一边呢 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个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在这个直角三角形里面呢 我们的这个是f 然后这个是我的ff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们度数 这个是90度 90度 对面是hypotency 然后这个是addition 然后我们就有dra castle的卡 ok dra castle 所以我的cost 50度 会是等于fx fx fx 所以我的fofx呢 所以我的fofx呢 就是等于f4 就是 f4 就是 f4 也就是 68 就是 但是我直接跟我的学生讲 因为我们在那一个fx fx f4 或者f9 里面 我们的cost through 它是两个边 和角的情况之下 这样我们就用cost through ok 然后 当然还有三个边 然后找角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用cost through 剩下的三个边 然后在这边结合的话 两个边get through 用cost 另一边就用sign 好吧 接着在这一边 它是max1.5kg tang from the pole 然后它要找tension for h 这个东西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像下的 这个是它的weight ok w.mg 都在这一边 它就有一个weight 然后 这个是w.mg 它的m是多少呢 它是mc 然后它的g呢 它没有讲 然后我们用9.81 因为它的小数点 有点奇怪 这样 所以我这个1.5x ok 1.5x 9.81 然后我拿到的是这一个 14.75 所以这个是14.75mg 好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东西它是这样 然后你就想像它这样 然后这个呢 它也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t 这个也是 然后在这一边 这个是 这一边 是 过来的这一边 然后它在这个地方是65度 这一边也是65度 这个65 这个也是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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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在这一边 像它左右的时候 这个是cos 65 这样 andcap 角的话是 cos dcos 65 ok 然后它就互相抵消 ok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 重点是这个 上去 那上去的这一边呢 这个是cos 这边就是sin 所以这一边它是t 1365 然后这个地方它也是 1365 所以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就有两个 1365 那是等于 刚刚的这一个 14.7u 最后的t是14.7u 除2 3 就属 所以我在这一边 这一个是 14.7u 除2 3 就属 然后我拿到的答案是8.12 ok so 答案是8.12 8.12 如果刚刚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这个我放的是15 的话 instead of 9.81 我用10 25的话 我拿到的是8.2 没有这个档 ok 所以我们 新的课程 我们的g都是用9.81 ok 你的g用错的话 你打的 这样 在这一边 如果你这个是10 的情况之下 那这个是 如果你用10 如果你用g等于10 的话 这个是 1.5 那你就拿不到 这个8.27 这个 但是你看到最接近的是 8.12 你可以看 ok ok 接着我们看到 这个 这个是 f lof ok so 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的elastic limit 是在4 先 ok 也就是4 newton 的时候 so 它的elastic limit 是4 so 它的spin constant k 是它的gradient so 我的这个k 是4个4 ok 就是 1 ok 所以它的strin 所以它的答案是0 ok 好 就是这样 so 我们知道 这 f等于kx so 我的x等于4 的时候 我的k 我的f 就等于4 所以 4等于k4 ok 就等于1 ok 两种方法 就是这样 1 20 接着我们看 第29题 那这个是 Mercury Barometer 75 75 正常度是76 所以 它在这边 它要找pressure 在这个地方 so 我们的 这个地方 ok 它就会是等于 这个 这 一节程度 压下来 ok 然后压下来是多少 75.15 然后它是60 60 60cm Hg 这个是Mercury 来的吗 这个是Mercury ok 所以它这一边是60cm 的 这一体里面呢 它在 这一个 这个75cm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是气压 Mercury 是75cm ok 然后我在这个 底部的时候 这一边 它除了那个大气层的气压 之外呢 它还有 那个 呃 这个 20cm的 加上来 这边是65cm OK 然后这边是空 所以这一边是零 嗯 这个 75压 但是空气 跟它压上来 ok 好 接着我们看 第30D 这个是Mercury Mercury 然后 它在这一边 它要找Presure OK 所以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在这一段的地方 它的那个Presure 是一样 所以这个是Presure of Gas 然后这一边呢 它是有两个东西 还有 atmosferic pressure 再加上 pressure of Mercury 15cm 所以我的这一个 pressure of gas 的情况之下呢 它就是 pressure of ATM 再加 pressure of 那一个 Mercury so pressure of ATM 它有告诉我们是多少吗 这一边 它没有讲 它没有叫我们算 ok好 所以在这一边 pressure of gas 等于15 这个score equal to atmospheric pressure 是错的 less than atmospheric pressure is poor 但是higher than atmospheric pressure 它比atmospheric pressure 差 所以它才能够把Mercury 推到 ok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 我还以为它要计算 结果它没有计算 so 假设我让它这个是75 因为刚才 它的 在一个 第 question 29 那边有讲到 它是75 正常的情况之下 我们是76 75加10 这个是90 pm 正常 课本是用76 在课本其实它是用76 不是75 ok 好 好 第三次议题另外的影片在这里 有请不吝点赞 词